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剛才宣布 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話口未完 在香港就傳出了一個非常震撼的消息 就是美國領事館 打算將位於南區壽山村的 領事館員工宿舍秘密招標放售 當然引來很多人的遐想 為什麼時間點會這麼巧合呢? 根據HK01的報道 他們說得到這項物業的標書 原來這項物業在今個星期後期 就開始秘密招標 而標書指出 這項物業將會以現狀和售後遭回的形式出手 截標日期就有待決定 而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 地皮現在的業主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在1948年的時候 美國就以31萬5千元買入了這項地皮 蓋了六項洋房 用作是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員工的宿舍 地皮面積有9萬4千8百平方尺 現時樓面的實用面積大概是4萬5千平方尺 在通過保地價之後 就可以升到7萬1千平方尺 這項地皮擁有深水灣的全海景 是極度罕有的豪宅地皮 根據近年同區的成交價推算 市值可以達到100億港幣 這項物業當然非常厲害 原來美國好像在部署走資一樣 連這個員工宿舍都可以賣 當然根據這個標書的條款 就說賣完之後是要租回它 但是這100億元就是套現了 套現之後當然就搶回美金 運回到美國 到底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無非都是那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美國政府不看好香港的樓市發展 他們判斷香港的樓市將會走下坡 於是乎就趁著樓家 仍然處於一個相對高位的時候 避免夜長夢多 索性就是脫手套現算數了 而根據HK01的報道所說 就說標書裡面其中一項的條款 就是以售後租回的方式出手 就是說租還比擁有 租還比買 在哪些情況下會這樣呢 當然就是樓市下跌 當然是看淡樓市才會這樣做 這就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美國可能會開打這個金融戰 根據很多美國傳媒所說 就說美國政府其中一個核選項 就是將美元和港幣脫鉤 當然香港的官員就出來告訴市民 這個聯繫匯率制度是不需要美國同意的 只需要香港自行去操作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美國限制了你金管局 不准你進行國際的美元交易 而你那四千多億的外匯儲備 又用到乾堂的時候 到底到期香港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是不是很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港元會大幅貶值 如果美國也預料到會出這一招的時候 那麼他當然就是要微語籌謀 既然有一塊地皮在那裡 是值百億港幣的 他為什麼不先套現了他 然後就唱回美金再回到美國呢 這樣就代代平安 也不需要受到港元貶值的影響 這就是第二個可能性 那第三個可能性是什麼呢 雖則在這個標書的條款裡面 就說以售後遭回的方式出售 問題就是 到底他租回來的時候 還會不會在那裡住呢 就成問題了 大家又回想一下 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美國領事館已經宣佈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非緊急人員就可以撤回美國 那就是說 美國領事館總顧員人數在香港工作 肯定已經是少於去年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 一旦中美關係繼續緊張和惡化下去 不但撤退了美國的非緊急人員 未必會再回香港 而且現在還在駐香港領事館工作的人員 分分鐘都會分批撤走 到底這個會不會是撤僑的先升呢 這就是第三個可能性 當然這些可能性 都是基於邏輯和事實來推演 究竟為什麼會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傳出這個消息呢 是否純熟巧合呢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好了 接著就看看美國方面的消息了 華爾街日報今天登了一篇社論出來 他們呼籲美國政府要接納和收容來自香港的移民 社論指出 說美國國旗在過去幾個月 就成為了香港抗爭活動的常規工具 這件事已經激怒了北京政府 香港抗爭者已經有充分的理由 是需要擔心遭受政治迫害 故此這班人應該是有資格 根據美國移民和國籍法獲得政治庇護 或者由美國政府直接給予入境許可 迅速接收 社論呼籲特朗普政府 應該向那些想移民去美國的香港人提供簽證 如果北京政府知道有上千上萬的香港人 獲得美國簽證的時候 肯定會感到驚訝 而且這種列根式舉動 將會使世界想起美國的善心 以及對自由的堅定信念 這種論調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 之前只不過是在一些小報上登了出來 當時還未成氣候 但是陸陸續續在近一個星期 很多大報都有登過這些論調 很明顯已經造成了一種輿論風氣 就是要求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 要接回這班想走的香港人扯 而且英國在美國施壓下 亦放寬了BNO持有人逗留英國的期限 亦給予了若干入境優惠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美國政府判斷到 將來局勢可能會急劇惡化 甚至乎有機會出現一個人道危機 所以就要接回部分香港人走 而且當入境條件設得越寬鬆的時候 就意味著香港發生大件事的機會就越高了 否則是不需要定到條線那麼寬 它無非定得寬就是想多些人走得到 當然這種道義責任 我相信美國政府或英國政府 就算它最終拍板要做 都是做一次而已 若然錯失了這個機會 以後很大可能會國安天命 而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所說 他們引述了一些政府人士消息 對於BNO持有人的寬免 不僅持有有效護照才能享用 就算你曾經享有BNO護照而過期 亦是一併適用的 故此就算你的BNO過期也好 在緊急危難的時候 英國也是會看著你 不會是賣掉了你 這當然是《金融時報》的消息所說 不是官方公佈 信不信就由你 接著就要講講歐盟的看法 歐盟昨天在聯合國安理會 開完非正式會議的時候 就出來表態 表態的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博雷利 到底他講了什麼呢 他就代表歐盟27個成員國說 歐盟和中國的關係 是基於互相尊重和信任 但是港版國安法的決定 就進一步令人質疑 中國遵守國際承諾的意願 到底歐盟會不會對中國實施制裁呢 博尼類就回答 說他不認為制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 目前只有一個歐盟成員國提出制裁的可能性 他就沒有透露是哪個國家 我就深信這個國家肯定就是捷克 因為捷克在傳統上比較親台一些 至於其他26個歐盟成員國 很明顯就是腳軟 制裁就沒有了 求財就有了 一定是要穩住和中國的貿易關係 一定是要謀取和中國貿易的利益 怎麼會制裁他那麼笨 昨天德國總理默克爾才表態 就說要重視歐中的關係 因為裏頭是具備了重大的戰略利益 無非都是說錢錢錢 都是說利益 這些國家就不會做出什麼行動 其實唯一一個就是美國會做的 至於中國方面又怎樣呢 前陣子他們就找了伊朗撐牆 為了港版國安法來搖旗立喊 今天他們又找來了朝鮮 朝鮮外交部發言人就說 中國為了香港訂立國安法是合法舉動 朝鮮支持中國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 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嚴正 實現香港穩定與繁榮 朝鮮批評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即是說中國找來的那些國家撐牆 全部都是被美國制裁的 真是又這麼巧 伊朗和朝鮮都是被美國制裁的國家 恰巧兩個國家都是支持港版國安法的立法 到底有沒有其他親中的國家 為中國決定背書 暫時都未找到 最多人是不出聲 繼續跟你做貿易 繼續從中取離 但也沒有站出來支持這條法例 只有伊朗和朝鮮這樣做 當然他們一方面又批評外國是干涉中國內政 但伊朗和朝鮮表態又何嘗不干涉中國內政呢 說到尾 乾不乾涉中國內政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如果你是支持中國內政的話 絕對是無任歡迎的 如果你是對於中國內政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恐怕會變成說三道四 以及粗暴干涉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